和岳俊德见面的网友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 而促使她行骗能屡屡得手的 也正是这些女孩薄弱的防范意识 从警方掌握的情况看 岳俊德行骗的对象当中有90%都没有报案 单纯浪漫这是年轻女孩的天性 不过咱们真的擦亮眼睛 而且一定要自重 这两天的全国上下都在忙着打假 沈阳大东区管城派出所也有所行动 而且还收获颇风 比较特殊的是 查获的东西是真的 不过卖东西的人却掺了假 今年1月份的一天 沈阳市大东区某教育中心门前 突然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车内坐着三名男子 有穿着消防军装的人员 有穿着警察制服 其中一名穿警服的男子走进了教育中心 自称是省消防局宣传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 要求教育中心购买一套消防宣传光碟 宣传消防知识是好事 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怀疑来者的身份 可是卖东西总得有发票吧 一共是85块钱 当时就觉得有点贵 然后买完了之后 咱们让他开发票 他也没给开 所以就觉得好像是挺奇怪的 是不是骗子 工作人员悄悄报了警 车内两人见识不好 开车就溜 屋内穿警服的男子束手就擒 这名男子公认 他受购于一家叫水门冰丁的公司 公司内有三四名业务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买来的警服 拿着公司发给他们的所谓红头文件 向沿街的商户推销消防光碟 完了挂了胸牌 就是我们是消防局的工作人员 现在进行那个消防宣传 你们那个必须购买一套光碟 每套光碟85元点 就这样三天的时间 卖出了100套消防迅程光碟 价值8500元 经过近两个月的跟踪 这家骗子公司的成员已经相继落网 主犯王某公认 今年一月初他和物业人员刘某 成立了这家水门冰丁传媒公司 专门销售消防光碟 可是怎么才能把光碟迅速卖出去呢 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胆子真是够大 冒充警察卖光碟 不过就此为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笔被骗的白石来家单位 胆子为什么会这么小呢 一套光碟80多块钱 明摆着是敲诈 要高价 什么都不问 乖乖的把钱就给就给人家了 是确实渴望学习消防知识呢 还是说看着他们穿那车制服 有点发怵呢 其实在法治社会 有法律给咱们撑腰 千万别害怕 好 节目最后我们先来抽出 本周的第二位的州奖获得者 看一些滚动起来的手机号码 好 看到了是137 手机别号是7721的观众 恭喜 您获得的奖品呢 是由水扬陆克电动车超市提供的价值 2000元的大陆戈牌电动自行车 或者是由他们提供的 同等价值的情怀三日游 那节目最后还是来关注 今天互动话题参与的情况 今天探讨的话题是 提高消费账单数量 维护消费者知情权 应该首先加强哪方面的工作 今天一共是1070位观众 参与了我们的讨论 其中选择A的观众 认为是提高消费者 维护知情权的意识的是716位 占到了67% 选择B认为是督促服务行业 开展邮寄账单业务的是321位 占到30% 选择C其他的是33位 占到了3% 手机尾号是9644的观众 他选的是奇葩 他说现在大家习惯性的说 让人们提高维权意识 但光这样是不够的 要加上完善的法律法规 并且提高商家合法经营的意识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大环境的 需要大环境来辅助我们共同进步 那357 说的是什么呢 三个半分钟 三个半小时 这些密码一样的数字呢 藏着都是运动的真谛 稍后的健康益神经红招高教授呢 将会为您破解神奇的运动密码 他还会教您一套 一学就会 效果神奇的拍手工 过一会儿 您可以学一学了 北洋师